那个死的英勇 是男人 是汉子 还全 在这经历救 哥哥 可惜啊 阿全是个残罪人 无所谓 有日本鬼子 我们灭绝人性 残无人道 我杀了我二哥和三哥 有本事连爷爷杀了 我告诉你们 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有朝一日 你们会下十八层地狱 你们两个是单官的吧 看清楚了 我是汤阿全 我是你爷爷 二十年以后 我还是一条汉子 我还是一条汉子 我这打 打呀 大哥 大哥 二哥 阿全来了 哈 海焦 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哭出来 可能你会好受些 不 我不哭 那什么 我丈夫死了 今天我爹也死了 我的泪水 早已被复仇的烈活给烧干了 这是日本鬼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血债 必须血肠 我有件事差点忘了告诉你 什么 夹带要从你爹那抓的新四军高官 并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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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鬼子抓你来了 我得赶快把你藏起来 白先生 快走快走 方司令 你听着 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我不来 你绝对不允许出去 记住 绝对 白先生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有我就有你 你上哪儿去了 这么老半天 我心里不太舒服 出去转了转 你怎么换上这身衣服了 你也赶快去换衣服 换衣服 对 既然彭司令 没有被日本鬼子抓走 我们去找他 真的 对 我马上就换 你等我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把我救人了 什么事 我带人再去一趟海龙帮 坐着 我把会给你 把一直摆 我快送的 我快送我 快送你 大病 太可怕了 这也不容易 我快送你 锁上了 钥匙呢 钥匙在我爹那 我没有 你叫我给他 有人 快走 你坐在那里 我爹就在那里 我爹就不不 我爹就在那里 我爹就在哪里 你 真的 irgendwie想要動 你跟你一樣 你是不是 小賴 ! 快去就彭司令 那你怎么办 点个救 快去 走了 何思凌 你在哪 快出来 我在这 猴子梁 快跟我走 好 猴子梁 快走 不行 我要去绷他 猴子梁 把汤给我 给我 猴子梁 猴子梁 你们俩先走 我掩护 不走 要是一起走 猴子梁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走 一起走吧 猴子梁 你听话 保护猴子梁要紧 快走 走啊 走 快走 不 给我抓活的 来个人 去留下 快走 我 快走 独装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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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见谁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ôle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没有在做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我亲眼看见 那也是真的 那天我浮上落水之后 就是这样 我又活了过来 我又活了 伯母 您别着急 这俩孩子一夜未归 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能不着急吗 他们肯定出不了什么事情 求老天保佑 你看那是不是你奶奶 是奶奶 是奶奶 奶奶 是娇娇和小普 是娇娇和小普 他们回来了 您一趟去 汪宁涵 汪宁涵 他怎么了 他在跟日本鬼子搏斗的时候 一点也不怕死 可勇敢了 海娇 你真是太善良了 你可能想不到 他这是在给你演戏 演戏 他就是双手沾满我们通知鲜血的那个 打入我们内部的日本间谍 天使 天使 怎么说 日本鬼子杀害我爹 血血海龙帮 都是他 没错 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海娇 你干什么去 我要宰了那个狐狸精 海娇 这笔账 是一定要算清 但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充分利用他 来调动指挥敌人 达到我们的目的 你说你们俩孩子 出去也不说一声 一晚上不回来 知道我多着急吗 奶奶 我们错了 奶奶 您别生气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就不会生气了 看一样东西就不生气了 什么东西 你看 奶奶 你怎么了 从哪弄到这个的 是他弄来的 是他弄来的 你 我是从绑架你女人手里夺过来的 绑架我们的人 刘暗沉 嗯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怎么能尽快地想办法 把周嫂给解救出来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捷狱 不行 日本鬼子现在防范很严 咱们去捷狱 成功地把握不大 那怎么办 我倒有一计 什么计 派哥哥 你快说呀 前两天 我们的游击小组 抓到了一个来自日本国内 独卖新闻的一个女记者 他此次来这里 是专门采访日军军界高层人物的 你是想 乔庄女记者 来实现我们的计划 嗯 乔庄女记者的人 必须要胆大心细 机智果断 而且 还要精通日语 精通日语的人 精通日语的人 咱们有啊 谁 住在我家的 朴英顺 朴英顺 对 英顺对日本鬼子 有着满腔仇恨 他早就想加入咱们了 我可以跟他一起干 好 我马上派人把他接来 谢谢 婉成 你的遗愿 马上就要实现了 把这藏宝图 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让他们买枪 买炮 买子弹 我最后打败日本鬼子 做出贡献 姑娘 我现在就把这藏宝图 献给你们中国共产党 因为我在你们身上 看到了老百姓的希望 伯母 谢谢您 我马上把它转交给党组织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 要得到这笔宝藏 必须还要有 赢补他爹的铁流星 伯母 苍天在上 我肖万长在此立下重视 从此退出江湖 不再涉足匪盗 你看 你在我脑子里还是年轻的样子 还是那个高高大大 一表人才 说一不二的铁流星肖万长 可是我老了 人一老 就喜欢回忆从前的事情 这段时间我老在想 当年 被你劫到龙虎山 我以为这是我一生的结束 你想到现在看来 这是我一生最幸运最幸运的事 后来我们拜堂成亲 有了迎谱 现在想想 在龙虎山的那段日子 就跟世外桃源一样 就连兄弟见的那些恩怨 现在想来 都挺美好的 白豹 白豹 还是龙虎山出来的好兄弟 他没有给咱龙虎山丢脸 他还是条汉子 我们家的银谱 也跟他闺女结婚了 还生了个女孩 叫娇娇 特别好的女孩 我没有辜负你 那个藏宝图 我把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让他们在打日本鬼子的战斗中 发挥作用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奶奶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奶奶说呀 是的 是的 我是有话要和您说 那你说吧 奶奶 您实话告诉我 您喜欢我的小浦哥哥吗 喜欢呀 我觉得小浦那孩子特别好 真的 真的 看你说的 我骗你做什么呀 奶奶 我 怎么了 如果我让小浦哥哥和他的妈妈来咱家住 您愿意吗 来咱家住 可这事儿 光我同意不行呀 最重要的是你爸爸妈妈得同意 那您去帮我说嘛 为什么要我去跟他们说呀 因为我爸爸妈妈听您的呀 好好好 我见到你爸爸妈妈 我一定跟他们说 嗯 谢谢奶奶 嗯 报告金管长 依我之见 实在撬不开那个女共产党的嘴 不如干脆来个杀衣锦牌 杀衣锦牌 你除了杀人还会干什么 杀人本来就是我们大人帮皇军的本能 你就不能再兜兜脑心吗 他招不着没关系 他的同伙会不轻自导的 不客气管长 什么事 国内独卖新闻的记者就见 独卖新闻的记者 这是他的名片 可以 存香 小谷哥哥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奶奶她同意了 不过要等我爸爸妈妈同意才行 可她们 别急 她们一定都会回来的 嗯 两位尊敬的小姐 请坐 请 梅机关长 您为什么这么看我 我非常崇拜记者这个职业 那是因为记者是无冕者 请问记者小姐 你们都去过什么地方进行采访了 听说你们这边关了一个女抗日分子 我想采访一下她 你知道这个事情 你的消息也够灵通的 实不相瞒 这个消息是我从渡边司令长官那儿听到的 渡边司令长官 他是说者无意 我是听者有心 不过 不放过每一个有用的信息 是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 娇娇 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咱们是不是应该为复国难杀鬼子出点力啊 嗯 是应该出力 可咱们 可咱们怎么出力呢 咱俩也加入游击队吧 好啊 可人家要咱们吗 等罗叔叔来 一定让他收下咱俩 嗯 殷顺真的是太勇敢了 当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她在与梅泽静一的对话中 显得那么的自然 让梅泽静一 一点破绽都没有看出来 银顺 你当时怎么想 面对他们 我心里只有仇恨 而这种仇恨 已经生根发芽 所以我一点都不怕 你真是好样的 采访的情况怎么样 采访的事情已经定了 梅泽静一明天早上十点会来接我们 可是 你还有什么担心 如果我见到了周大姐 怎么才能让她相信我呢 你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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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五分钟 梅泽静一就到了 银顺 你紧张吗 记住罗先生跟你说的那些话 我记住了 是 是 啊 请 好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大的行动 萧云浦的妈妈蓝如烟 把当年她丈夫萧万长的藏宝图献给了我们 我们准备把这笔价值连城的宝藏取出来 换成枪炮弹药武装我们的战士 让他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太好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大反攻了 这笔宝藏一定会为打败日本鬼子起到巨大的作用 这笔宝藏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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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我要采访的人 现在在哪里 他就在楼上 把他请下来好吗 记者小姐 请述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为什么要采访他 作为一名记者 特别是战地记者 除了让读者了解 自己的士兵 更要让读者知道 跟他们作战的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样对照起来 不是更有可读性吗 可这个女人 她是不会开口的 那是在你们的皮鞭之下 可我 我会让她开口的 小姐这么自信 自信是一名优秀记者的 必备素质 那好 我请她下来 谢谢 汪宁海已经露出马脚了 她就快上钩了 想偷油吃了耗子 文件油香了 我们就一步一步 把她引向我们 射下的圈套 赵赵 你定好她 暂时 还不许她乱说乱动 是的 你去把鹰铺请过来 好 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独卖西文著名记者 何野春香小姐 她要采访你 采访我 我可警告你 绝对不许胡说八道 我这个人一向实事求是 胡说八道的 是你 你 好了好了 请她坐下吧 把她的手刀打开吧 为什么打开手刀 我这是采访 不是审问 我这可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是啊 你就不怕打开了以后 我会杀了你 我想你是不会的 打开吧 梅机关长 你可以出去了 出去 我采访时 不欢迎别人旁听 这 你这是监视他 还是监视我 如果这让你为难的话 我这就跟渡边司令长官打电话 不必了 我出去就是 刘先生 你找我有事啊 盈鹏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好啊 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任务 周北洋大姐 你吃苦了 你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无关紧要 关键的是 我替一个人带来了他对你的忠心问候 谁 罗派克 罗先生 你认识罗先生 当然了 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来找我 我们要把你救出去 你说我怎么相信你 我还知道刘志光先生 彭司令 肖大哥和海娇嫂子 对了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罗先生告诉我 你的儿子叫小浦 自己人 你是自己人 周北洋大姐 罗先生 营救你的计划是这样 尼尿 读